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黎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集想和大家講一件事 就是美國的拜登政府居然一年27天 連續27天攻擊中國政府 甚至當中國政府好像是一些附屬領土一樣 在紙紙罵罵 甚至派出國務卿布林肯 好像說一些接近孫戰一樣 已經不是去到冷戰狀態 已經去到孫戰狀態 但同一時間 美國又將一些減免我們中國的關稅 又繼續減免 究竟你在做什麼 是否精神分裂 然後我們的外交部發言人或者華春瑩 就一年用了11個推特去回擊他 11年發去掌握布林肯 其實那個反擊是非常精彩的 這27天以來 基本上我們每一天 外交部都有一些不同的反駁 反駁回美國 但是 華者這11年激 簡直成為一個教科書 到底華者的11年激是怎樣的呢 稍後就會跟大家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 訂閱文傑紳士的頻道 記得按下鈴鐺 選個全部 這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影片 美國的拜登政府應該是知道自己衰的 知道自己沒有銀容 知道自己打仗那邊又搞不定 那怎樣呢 他們最擅長的一個政策就是 把自己的東西 去其他國家 而最常比他 去其他國家的地方 就是我們中國 因為這是他們的主要競爭對手 他們認為 那怎樣呢 他唯有製造其他的話題 去掩蓋他們自己的經濟不好 發動一些戰士失敗 他用其他的話題去掩蓋他 就是攻擊我們中國的話題 巴登政府首次是用一些有系統性 就是有策略 有系統地 去對我們中國展述了27天的攻擊 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 在一個名為投資結盟競爭的演講那裡 將中國講成國際秩序面臨最嚴重的長期挑戰 但問題是 經常致國際秩序於不顧的是哪一個國家 美國 我們中國都很喜歡國際秩序 只是有一個國家不守 然後說別人不守他的國際秩序 針對於美國 對於我們中國的一個誣蔑 我們中國的外交部部長助理 亦都是岸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就在日前傍晚 在twitter用了11連發 對於布林肯的講話 逐點一點一點回擊布林肯 在日前27日下午5時42分 華春瑩在twitter推特上發佈第一組 反擊布林肯的一個貼文 他就說 在這裡寫 讀一讀布林肯 美國國務卿那個 最新涉及到我們中國的一個講話內容 他說 美國不是在尋求一些衝突或者新冷戰 但是 或者回覆他 他這番的講話 聽起來 是好像更加之似針對中國 而發起一個全面戰略競爭 或者是戰爭的宣言 他說 不是尋求衝突 不是尋求新冷戰 那很明顯 他說不是衝突和新冷戰 那就是戰爭 沒辦法談 要打 然後華春瑩期後很快 就已經有第二組的twitter推文貼 為什麼這麼快呢 原因都是因為 因為他實在是要逐點逐點拼了他 拼完一點 第二點 拼完第三點 讓大家不要看得這麼混亂 等布林肯回覆的話 他也會回得方便一點 第二組的鐵文華春瑩華者就寫了 布林肯美國的國務卿 說美國將會捍衛國際法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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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的東西 會維持維護和平和安全 但是等等等等 或者說等等 想想先 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地球 武裝衝突 正正就是由美國去發動 美國去挑起的 再加上這些戰爭 很多都是非法引起的一些戰爭 美國已經在伊拉克 敘利亞、阿富汗 造成了數十萬、數千萬的死亡 以及人流離失的一些個案 很多人流離失所 很多人受到戰火的波及牽連 還有就是因為這些戰爭 令到那個國家 沒有辦法再生產一些糧食 令到有很多這些被美國挑起戰士 被美國去搞到民不聊生的地方 有嚴重的飢荒 而實際上 在美國的歷史裡面 美國沒有參與戰爭的時間 加加起來 只有十六年 美國是一個戰爭大國 但是我記得老師說過一件事 美國是一個很聰明的國家 為什麼 美國每次發起一些戰士 都不會在自己的國土打 會在別人的國土打 所以每次發起戰士之後 第一個復甦的必然是美國 因為他沒有受過任何傷害 而有兩次的戰士裡面 他是受過傷害的 包括珍珠港 大家都知道是偷襲的 但是他的傷害也很小 所以他回復能力很強 第二次就是911 當然911這一個 他挑起了更加大的戰士 而掩蓋他的傷亡 所以他恢復 都是很快很快的 所以美國是很聰明的 好像這次 俄烏戰爭一樣 一樣是美國挑起 那為什麼美國自己不出手打呢 不行 打死了他的美國佬 怎麼辦呢 那又煩了 所以他不在他們自己 國家那裡打 甚至乎他們不會派一邊一出去打 為什麼呢 死了的人 他們很麻煩 然後布林肯表示 美國將會保護個人主義 個人和主權國家的權利 但是在過去的十年裡面 美國就入侵並且操控了超過20個國家的政權 哈哈哈哈 保護主權國家的權利 哈哈哈哈 保護個人權利 他殺了多少人 他滅了多少國家 他的槍枝暴力 美國槍枝暴力 每年造成了大約 即他們自己美國人 有4萬5千人死亡 最近在羅布小學裡面 就有21個人喪生 華春仁在第三組的Twitter鐵文裡面質問美國 如果這個政府是不能夠保護自己的人民的話 那他怎麼可以保護到其他國家的人民呢 所以他沒有想保護其他國家的人民 他會盡力向其他國家了起一些戰事 他不用保護自己的人民之餘 別人的國家人民就慘了 那對比起上來 美國的人民就沒有那麼慘了 你都說沒有公開沒有飯吃 那邊死人啊 打死啊 你是不是很爽啊 你是不是很幸福啊 對呀 這些就是他們的豬兜的感覺 想法行為 在第四組鐵文裡面就說 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就說 美國並不是尋求阻止中國發揮大國的作用 華春仁在鐵文裡面就說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美國為什麼要加強五眼聯盟 要在這裡做一個四方安全對話 組建奧富斯的事情呢 還要加強在中國周邊的 上面軍事同盟等等的工作呢 美國為什麼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停過干涉我們中國的內政呢 從來都沒有停過在這裡搞新疆 搞西藏 搞台灣 從來都沒有停過去支持這幫人的分裂勢力呢 為什麼還要維護國家主權呢 又要維護國家主權呢 為什麼你不維護我們中國的國家主權呢 是不是 講一圖做一圖 接著 布林肯說 美國不尋求阻止中國的一些發展 以及不尋求阻止我們的經濟 或者是增進一個人民的利益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為什麼美國還未取消對我們中國的關稅呢 為什麼還在不為予力打壓我們中國高科技的企業呢 或者在第五個Twitter的貼文裡面反問 又為什麼會這麼忙於試圖在全球的供應鏈裡面 不斷地想取締我們中國呢 為什麼要散佈一些什麼安全威脅論 中國威脅論 強迫勞動等等的謊話 要剝奪我們中國人民 或者是中國企業發展的一些權利呢 沒有的 他們 即是美國優先 白人優先的政策 對於他們來說就是政策 我們中國那些事情 他怎麼會尊重呢 然後在對六個Twitter的貼文裡面 華春瑩說 布林肯說 已經沒有寫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沒有了他的title 布林肯說 所有國家都可以接受 在不威脅的情況之下 自由規劃自身發展的道路 但是想想這個叫做門羅主義 以及他怎樣在美國外交的政策裡面 仍然是完好存在 例如針對拉丁美咒和南太平洋一些島國 強迫各個國家都要支持我們 要不就反對我們 喂 要要 要要 要選哪期的 大佬 你支持還是反對 這樣 並且呢 會凍結他們 即其他國家 一些的財產 或者私有化其他國家一些的財產 那美國這些 不是才是威逼外交的最大發明者 和捍衛這個威逼外交的人士嗎 當然啦 他剛剛才停了俄羅斯那些俄羅斯人的資產 亂來的 人家正當傷人你都停 是啊 沒錯 要不然他怎樣賺錢 他都沒有錢 是不是 接著 第七組鐵文就說 美國國務卿華和 布林肯啊 中國令美國的工人損失了數以百萬計的工作崗位 對於美國的工人和企業造成一些傷害 去 或者就說 那又拿中國來做代罪高揚嗎 我怎樣搶你的飯碗 你的企業在你的國家 我的企業在我的國家 而事實上 正正就是美國對於我們中國 一個的貿易戰 責任歸咎於中國 可能的 所以 大家看看那些謊話有多少 就知道這個世界原來可以很荒謬 真的 接著 第八連擊 或者就說 關於人權那方面 布林肯並沒有提到這個羅布小學的槍擊事件 他反問 喂 這些不是美國政客的自私濫漠傲慢和無能嗎 是因為他們這麼自私濫漠傲慢和無能 才會為那些這麼可怕的悲劇負責 如果這個政府不能夠保護他們自己的人民的生命的話 那他們又怎樣可以對著其他國家的人權在那裡說 我要教你怎樣尊重人權 怎樣保護人權等等 你連你自己國家的人的人民都保護不到的時候 你還說些什麼 你回去接壞 然後第九連擊 華春瑩說到美國對於我們中國台灣的政策 布林肯說 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和中國不同 那要確認一下 一個中國只有一個正確的版本 而世界上都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我們中國的一部分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一個合格的合法政府 華春瑩強調 這個是美國政府在1979年簽訂的中美建交聯合公佈裡面 以及之後所有美國政府所承認的一件事 即是中國包括美國在內的一個條約裡面 181個國家建立的外交關係的政治前提下 所以 所以 他現在不是擺明是宣戰的 我是不同意你的事 他擺明是宣戰的 即是 那就是不喜歡我們中國政府的 並且一直都小心翼翼的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 區分起來 但在事實上 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在14億人民裡面 是擁有95%以上的滿意度和支持度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底下 中國的人民是有前所未有的安全和幸福感 而中國的小朋友也都不用擔心在學校裡面被人槍殺 少數民族也都不用擔心好像佛樂伊德這樣 沒辦法呼吸被人握著頸 不會 所以 這些 安全 幸福 快樂 美國能給予你的市民嗎 美國能給予人民嗎 不好意思 我們中國就做到 那可能 因為美國會妒忌 所以就要不斷地攻入中國 那他們自己沒有做好他們自己 你不要搞我們 是吧 然後 在最後一個 第十一個 推文 鐵文 即是第十一連擊 最後一擊 就寫 喂 美國的國務卿 布林肯 他說 美國和中國進行建設性的接觸 那 這兩個偉大的國家可以和平共處 然後華姐就說 嗯 我們以前都聽過這些話 並且 隨時準備朝向 合作 共贏的方向 努力 但是華姐就說 那就要聽其言觀其行 美國會不會 此當今世呢 我們就只能夠拭目以待 你說和我們可以和平共處 但是你這個時間又想挑起戰士 那怎樣和平共處呢 根本是一個不可能的事 而 他們經常都說這些 吹水說話 但是 很多時候美國老實說一套做一套 大家見得到 那所以 信不信他好呢 嗯 我們以前都聽過這些話 那如果我們以前聽過的話 那即是 現在應該正在做 或者嘗試做過 甚至做到的 但是現在是繼續聽的 嗯 這叫什麼 廣東話 說的 吹水不抹嘴 叫他算數吧 真是 回家真是 找回條招呼一下 是不是 不知道大家怎麼想 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文傑 你怎麼看這件事 那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上贊好留言訂閱文傑紳時代頻道 記得按下鈴鐺 選了全部 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了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